所以我们在一个家里面 难免会有一些过界的事情 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这个世界呢 有罪 在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会受伤 有时候我们把一些操纵的那些方法带回家 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受伤的时候 也把问题带到社会 带到我们工作里面 所以各位要了解 这个家庭里面的事情呢 价值等等经历非常重要 甚至不知在一个家里面 甚至超越的一个家呢 其实本身 其实从夫妇开始 就学习到 也经历到很多关于罪的这个事情 各位 比如说 如果讲夫妇的话 夫妇是最靠近的 对不对 最亲的 但是也能够成为 像亚纳尼亚 撒菲拉 最随意 彼此遮盖那个罪悟的那个问题 对父母来说呢 父母是保护者 保护 这个是好事 对不对 凡是公益 但是呢 因为公益多了 给孩子最受伤的是什么呢 我自己想过 我父母给我最受伤的地方 不是其他的 是他不相信我 他不能够相信我 可以长大 可以成长 可以做事 这个事情呢 伤了我 最多是这个 不是吃 要给 要什么 不是这些 其实好像养孩子 不是养动物这样 是养生命 相信 交托 他是教导 对老年人呢 老年人是有适应力 是有祝福心 可以给很好的一个 血敏的话 但是因为这样 可能他们也很容易 因为罪的这个缘故 所以成为了刚硬起来 或者是甚至也成为了不管教 两方面都有 对我们的亲生的那个兄弟姐妹呢 我们会感受到的很轻的一个地方 但是很容易掉进罪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谈到物质上的事 不讲有些的问题 或者只有讲心事 不谈到属灵的事 对不对 对孩子呢 对孩子好像给 给那个关怀 就需要领受关怀 他们呢 可以得到感激的心 但是也可能他们 把事情当作理所当然 来领受 所以成为了罪性 甚至有这个罪的体制 彰显出来 然后呢 就是控制他们了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我们在家里面 其实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好事 但是也有很多的 以及罪过 过界的事情 同时发生 从老到少 少到老 年到老到少到最年幼的也好 家呢 需要有家贵 有需要弄清楚 每个人 那个家里面的那个期望 这个是要弄清楚的 每个人家不一样 但是需要有这个 很实际的一些事 为什么呢 因为有罪 在家里面很容易 因为不要彼此受伤 我们很容易不讲问题 不要把问题讲出来 不要面对 不要对症 就算是一次对症 为什么不要呢 因为一次对症的时候 就发现受伤 受伤了过后 为了要给脸色 所以还是 哎呀不要再讲了 或者是 有一点 产生一个不信任的 那个感觉了 各位 我们在家里面长大 或者在家里的时候呢 有些东西不能够谈 不能够面对 对症 或者是有问题的时候 对抗 为了每个人的益处 为了另外一个人的益处 如果不讲话 怎么知道会好起来 不讲的话 不沟通的话 怎么样能够把那个问题 带出来呢 比如说 我们说我们要敬畏主 我们要将我们的 非信的家人 带进教会 我们邀请他们 邀请他们的时候 我们邀请了 他们不来 哎呀 信中里面 第一是难过 期待 好像不信任 等等有这些很奇怪的 繁杂的事在里面 但是呢 他们又相信 所以他就放开 但是如果不沟通的话 不面对的话 我们就会怎样 哎呀 不讲 为什么不来的 那个理由 那个理由不一定是你所认为的 我们有福音无课 对不对 如果我们不知道要怎样讲 不知道要问什么 不知道要谈什么 如果家庭可以问最近家怎样 最近工作怎样 如果没事的话 不可能没事嘛 对不对 有事的话 为什么有事 有事的话 连接到 心里面的事情 人生里面的事情 为什么不来 其实教会 不只是跟着 教会是讲实际答案的事情 甚至针对你有很多的信仰 你有很多的信仰 那你真的相信你那个的信仰可以帮助你吗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很多时候不讲 隐藏着 其实可以拿出来谈 对不对 我们最了解我们自己的家 但是家里面不谈 放在那里的时候 得救的事 福音化的事也不来 我们去教会的事 怕他们怎样 他们的看法怎样 也不谈 比如说我去教会 去了多 可能我感觉到他好像有一次就这样讲 但是他难道是每一次都这样认为 你就是这样吗 其实可能有你忠心的一件事情 忠心到底 难道他没有看见吗 可以问 可以确认 但是没有沟通的时候 就留在那个地方而已 再说一次 再说多一个 比较在家里面的事 我们在社会里面 有时候有些骗杂的事 对不对 有些骗你的那个钱的事情 有时候你也看见 另外一个家人 他们用钱的时候 也太过随意用钱了 或者太过休闲了 没有工作了 那你一天放一天 一天做一天 你觉得这个 你不讲是对他们好还是不好 各位会发现 如果不面对的话 这个的问题呢 我们活在罪里面 那个家中里面 怎么样为主而活 怎么样彰显基督这个荣耀 如果不讲怎么办 不讲不知道 就留在那个地方了 而且很奇妙 我们一讲了 我们也要懂得这样处理 我自己也有讲 有时候我就看见我的妈妈 她有一些事情呢 好像有点太多关注 太多关注健康 太多关注钱 这个事情可能从小到大的事情 但是有一次我就讲得太重的时候呢 她就 我发现她有点受伤 那我就 有一次我就反应 我就不知道 我反应过后我才设想 我反应的时候 好啦 你自己 会的话 你自己处理了 我没有办法处理了 我就这样讲 但是我讲出来的时候 我才发现 我受伤了 你要处理 你要面对 但是你也要懂得处理 不要放在那里 因为我们会有脾气 我们会有冷漠 当作理所当然的事 但是如果不持续 不持续沟通 不持续有这个面对 活在最终里面的这个事情 不面对的话 家庭会怎样呢 所以各位 我们这里呢 有一些非常重要的 今天的信息 我们看一下那个讲章 先我们才读经好吗 神的干涉 当然神的管教 这些呢 久久会来的 我是说有一天会来的 最好呢 是看见以马内利的保护之下 来临 我先这样说 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 神与我们同在 当一个家人 家庭里面 有信徒的时候 开始有神 与我们同在的 那个应许 已经开始有了 不管是家庭 有非信徒的也好 知道有一个信徒 从圣的信徒 在一个家里面的时候呢 非信徒也慢慢会发现 问题的时候 有一位就是信徒可以祷告 可以交托 可能有问题的时候 像可以祷告 求恩的事情就来了 各位 最好在渐渐有这个 以马内利的文化之下 慢慢彰显出来 有这个地方 然后呢 有一天 问题一定会来的 我不是说故意要有问题 问题一定会来的 因为这个是家里面 the first hand experience of sin 是在家里面的 第一个经历罪 是在家里面的 不要说孩子 夫妻 夫妻之间 对不对 不要说 男女朋友 不要 就是结了婚过后 马上你知道什么叫罪 对不对 生孩子的时候 他出生的时候 马上知道什么叫罪 对不对 这是原罪 这不用说的 没有人教他的 但是就有罪 在家里面 直接可以看见这个事情 但是首先呢 我们要知道 首先 首先 不要讲最先 首先呢 因为 要这个照顾之下 这个保护之下呢 我们要理解一下 上帝造人的时候 每一个人 都有尊贵 有价值 各位 基督信仰呢 是讲爱 是讲帮助 是讲喜乐 是讲舍己 牺牲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呢 因为相信 每一个人的尊贵 每一个人 都有他的价值 每一个人都重要 当然 在家里面 有些人可能比较聪明 比较会学业 比较好 或者工作比较厉害 但是不代表说 比较多才华 比较有智能 就是说 比较好 不可以这样想 对不对 其实在家里面 每一个人 每一个成员都重要 都是一样的重要 没有说 你有一些才能 有一些智能 就是你比较重要 不可以这样说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找到 那个庙在哪里呢 我们要和睦 特别在一个家要和睦 每一个人 他们的那个性情 智能 看起来在社会里面少 但是你不要这样觉得 他在其他的地方有强点 你让他能够发挥 另外 你也彼此能够接纳 每一个人的那个尊贵 这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当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时候 你知道 这个是基督的那个文化 每一个人所看重尊贵 但是那个尊贵也是因为 你相信他有他的好处 价值 能够贡献的那个地方 甚至在破碎里面 不要觉得只有没有盼望 那时候给安慰 你甚至如果家中有一些精神 有一点创伤 有问题的人 或者是精神上面 比较有缺乏的人 缺欠的人 也不要觉得说 好像他比较少 比较没有用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事情一发生 如果这样讲 如果这样贬低 家人总有这样的看法的时候 家中里面会发生什么事啊 孩子们感觉的是会怎样啊 孩子是很厉害的哦 各位 孩子呢 如果请一个用人的话 你怎么样对那个用人 孩子是怎样对那个用人的 其实 孩子对一个用人的话 不管怎样比他大 总是要有一个尊敬要 对不对 教他做事是可以 但是总是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尊敬 这是家中里面 为什么会学到这个啊 看父母 看家里 看文化 所以对彼此 所以在家中里面呢 要把这个以满内力的 这个结构要做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设立家庭的那个祭坛的重要性了 各位这个设立家庭的那个祭坛不是只有代表说我们 每个星期怎样有问题的时候开个会 也不是这样 也不是说每个人 我们抽出一个时间要家庭崇拜 不是这个意思 是这里要说的是有一个祷告的一个家人 相信上帝与我们同在 相信有神的这个文化 相信上帝掌权的这个文化 这样重生的信徒呢 他相信是掌权者 他有爱 爱这个家 爱我所以必定会爱这个家 他呼召我有目的 所以对这个家一定有目的 他有凡事上有美意 对这个家凡事里面的脚步一定有美意 所以这样子的祷告遮盖 然后有这个祭坛 家人才会受保护 各位在这个 这个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每一天的生活 要怎样把这个荣耀带进去 这个呢是最不简单的 但是我跟大家说是最荣耀的 比如说你说订婚也好 结婚也好 家里的喜事也好 庆祝一般 很荣耀对不对 但是你要怎样把那个荣耀的事 喜乐的事 带进每一个的情况 每一天的生活 每一天的忙碌 每一天的那个累 每一天的这个 每个人的有心情 有时候有多烦躁 有时候有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气 对不对 那这样的时候怎样把这个祭坛 因为有一个祭坛 所以怎样把神的这个文化带进来 大家都感觉到有一个保护 有一个神的同在 在里面 这个是要设想的 要祷告的事情 有时候要多谈的事情 不要给他留在那个地方的事 有时候比如说我 我就预备信息的时候 不得不要集中 集中到一个地步 有时候立文要跟我亲 跟我讲一点话 我是不可以再听 故意不管他 故意没有听见他 但是我心里面是有感受 我不可以永远这样 对不对 我预备完过后 我回去 刚才我听到 我知道 有什么事吗 对不起 刚才怎样讲 所以这个是要回去 要把那个荣耀带出来 各位有没有发现 你这样生活的时候 把上帝的爱 上帝的同在 上帝的主权 上帝的目的 带出来 有没有这样 有时候这个是 不是那么直接说 好像拿出一个圣经经节 这样读出来 敬拜赞美 还是唱诗 这样带出来的 不是这样的 更多时候呢 是你在平常的日子里面 怎么样设想 也不需要特别的设想 但是你带着基督的那个文化 那个感觉的时候 你自然活的 自然活的时候 有时候 有时候有点过界 刚才我说我哥妈妈的事 对不对 有时候过界的时候 你回去会反思 下一次 你懂得怎样再处理 这个是每一天里面的 trial and error 对不对 每一天的那个对错 常识里面 你慢慢会抓到 什么是叫做 家庭里面有祭坛 家庭里面有祷告 有放进这样的一个心思 就是祷告了 不是代表说 只有你 就是在家庭里面 有一些得意志释放 甚至我知道 有一些家人 甚至到一个地步 一起守圣餐 甚至我听说这样 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吗 这个不叫做 不叫做为家人祷告 为家人祷告是 你放进心思 怎样的将神的文化带进来 但是呢 各位 无认怎样 第一点第二点 第一点呢 其实是讲到家庭信息的第一个 对不对 第二个其实是家庭信息的第二个来的 但是第三呢 今天特别无认怎样 但是还是有罪和私欲 还是一定有一些过犯的 被过犯所剩的事情可能会发生 这些罪呢 可能是人的贪心 人的一些比较暴力的倾向 或者是说比较怒气 脾气的 那可能有言论的攻击 可能有违背信任的地方 可能有比较苛刻的地方 也可能比较有伤到气质的地方 都有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们开始读一下经文 但是我们 为什么我今天要把这个婚姻的事 甚至离婚的事带出来 因为各位有没有发现 在家里面最亲的 甚至比父母更亲的 就是自己的配偶 最亲的 你可以跟你的父母离吗 离婚吗 你可以跟自己的父母 不要再认吗 可以吗 不要认自己的孩子可以吗 不要认自己的奶奶自己可以吗 外婆可以吗 其实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最亲的那个地方 夫妇对不对 反正圣经有讲离婚的事 对 我就想的时候其实挺奇妙的 挺奥妙的事 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 兄弟姐妹都不可以离的 有这个血肉之亲 但是为什么讲夫妇有这个离的事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 马太福音四九章 耶稣回答说 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 并且说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经你们没念过吗 就是这里 法利撒人是要试探耶稣 可以离婚吗 要试探他 你讲可以 你讲不可以 就是要抓他的一个把柄 但是耶稣基督讲回答 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二人 乃是一体了 所以上帝配合的 人不可分开 所以其实耶稣基督这里要说的是 如果一个配偶 一个夫妇 不管怎样 就算是分离了 离婚了 这个不是勉强说的 他们还在一起 是一个事实 不管怎样 他们还是夫妻来的 各位理解这个意思吗 这个是一个奥妙来的 因为身心灵连过 就算是离了 还是连过 所以也比较最深的那个关心在哪里 最深的那个受伤也在哪里 各位理解吗 这个 这个是耶稣基督说的 那过后呢 你看第七节 法利撒人说 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修书 就可以修他呢 耶稣怎样说呢 摩西因为你们心肝 心硬 所以许你们修妻 但起初并不是怎样 我告诉你们 凡修妻另娶的 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 就是犯坚硬的 有人娶那被修的妇女 也是犯坚硬的 各位设想一下 设想一下这个东西 耶稣好像说 不要离 不要离婚 不要分离 这个事情 当然我们在基督信仰里面 我们知道 离婚的事呢 是最 不要先提 就是最后最后的 但是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事情一发生了过后 社会整个家 会发生什么事 还有比较严重的事情 我们大家都会知道 继续走向没落的 但是呢 各位 耶稣基督讲这个的时候 各位好好设想 这些是保护姐妹的 如果好好看这个经文的话 耶稣是保护姐妹讲这些事的 这个不是保护婚姻来讲的 这是保护姐妹来说的 因为 怎么样说呢 因为姐妹比较软弱 有些姐妹呢 她们知道也比较体贴的是婚姻 不要离 所以呢 你看 你看 如果 你叫她离 叫她不得不要离开你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你叫她犯监淫 这个不是她的错 是你叫她犯监淫 所以的错更大 是那个弟兄的罪更大 所以这里 其实耶稣基督要指的罪 是那个弟兄的罪 各位理解这个意思吗 这个不是要捆绑姐妹的 这个是要捆绑 甚至要叫那些弃压的那些丈夫们 然后来找一个把柄 困住她们 叫她们反思 各位 我这样说 连加尔文也这样说 加尔文呢 是讲到解这个经文的时候 他说如果有一个人 他就修期 给一个因为摩西的那个证书 离婚证书就给了 然后呢 就说 哎呀 既然是法律上我已经离了 有一个离婚证书了 那我应该是没问题了 公益嘛 正常了 合理化 各位 加尔文也这样说 这样子是不公益 不道德 这个是好像弃绝你自己的妻子 然后你叫她 好像似乎是做一个妓女这样 如果她去再婚的话 所以其实 各位有点要设想 我们全被福音的意思 我们要体会耶稣基督 他站在真理方面 其实是为了保护 保护方面呢 也有真理在里头 所以我刚才有说嘛 如果离了 当然是不好 因为离的时候呢 会叫社会 叫家越来越走向没落 但是呢 也不是 讲这个事情呢 是不要继续讲到合理化的事情 继续讲的是 为什么妻子要顺服 为什么讲到丈夫的时候要爱妻子 这件事情 这个是比较严重的一句话 对不对 比较要把这个东西讲出来 不能合理化 那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五节 我们看多一个的时候 这里 哥林多前书 如果大家看 七章全部都是讲的夫妇的事情 但是我特别只有抽出十五节 就是换句话说 七章里面的总原理就是 不可离婚 不管怎样不可离婚 但是七章十五节反正这样说 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 就由他离去吧 不认识弟兄是姐妹 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 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 所以各位 这里我们要了解 当然基督徒呢 对这个婚约里面是看着很深重 但是呢 我们会发现 其实圣经里面有说 当然不鼓励 但是有说 如果有一些淫乱的事 有些就是弃绝了 就是你信的时候 我就不要你了 甚至这样 你信耶稣 我不要你了 或者说 有一些欺压的事发生 其实圣经都有说 我们要反思这样的事 因为上帝讨厌 很讨厌 这个离婚的理由 我们要理解这个 上帝不是讨厌离婚 上帝是讨厌离婚的那个理由 上帝讨厌的是 在家中里面有注意的 那个运作的事 我们看多一个经文 罗马书十二章 十七到二十一节 不要以恶报恶 众人以为美的事 要留意去做 所以以为美的是敬重的 尊重的 尊贵的 有诚实无过的 众人在众人面前 以为是这样的去做 所以不要顾虑起来 不要只有受伤 顾虑起来 在家中里面有那个罪的时候 要尽量能够讲 十八节 若是能行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尽量有苦痛 不要顾虑起来 也有这个 十九节 亲爱的弟兄 不要自己伸冤 宁可让步 听凭主怒 因为经上记者说 主说 身怨在我 我必报应 这个等一下我会多讲 但是这里 不要自己报仇 你多报仇 可能自己受伤更多 你不要自己做 你要听凭主怒 这个不代表说 你就安静 你被欺负 不是这个意思 只要得到主的公义 主审判 主做 反而比人想的更公道 但是不是等等等等等而已 下面讲说 所以你们仇敌若饿了 就给他吃 若渴了就给他喝 因为你这样行 就把火炭堆在他的头上 你不可为恶所胜 乃要反要以善生恶 哇 所以一直要受欺压 是这样的意思吗 等一下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其实不是一直 各位要得到整个的经意 要走向什么地方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律法 这个是一个走向 如果能够做到的话 这是可加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设想 如果有一个弃压者 会不会说你越来越体贴他 然后他越来越欺负 会不会这样 所以家有家事 对不对 家人的事情是这样 有时候你讲爱 你讲怜悯 有些人会趁机 因为怜悯的事更加烦 对不对 但是有些人不是 有些人是 他们的是体质 他们不太会说话 不会表达而已 这个不是坏 这个只是要认识他 他是可以学的 可以教导的 我们家里面要认识到底 所以我们看一看那个奖章 就因为是家人 所以当然不是以恶报恶 对不对 更要反思的是 什么是行众人以为彼的事 对不对 这里比较多 比较多 但是我一个一个走 OK 我已经缩短了 尽量缩短 但是因为每个重点 每个每一点都 我尽量缩短 然后也带出来 所以第一个呢 第一个呢 我们尽量寻求智慧 尽量寻求智慧 尽量客观与通达 因为我们人呢 首先是比较主观的 我们是主观的 创造物来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尽量要客观通达 我们尽量要开明 家人呢 如果有一些过界 先设想 他这样做一定有一个理由 一定有一个理由 不要只有觉得这个错 这个不可以 这样 一定有一个理由 难道他愿意吗 不会嘛 对不对 要设想 所以对罪之 全病 要有意思 要有通达 要有谨慎 这是第一 要有谨慎 就是换一句话说 要有一个祷告 多加几句话 要有意思 要有通达 要谨慎 因为罪是有一个权柄的 各位 为什么我这样说 因为这里是讲到智慧 什么东西 最伤智慧呢 就是 你学习智慧的时候 你要开明 你要尽量客观 因为 各位 我问大家 如果上帝释放了你 对不对 如果上帝解放了你 如果上帝叫你自由了 你一干净了 你会不会可慕神的话 会嘛 对不对 你会想要多认识神 你多认识神了 那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 你更加敏感 什么叫罪 这是自然的 自然的事 因为你靠近清洁的事 你一定会敏感什么是叫肮脏的事 对不对 这是很明显的 这个事情来的 所以 很明显的是 如果 你要得到智慧 但是你又知道有罪 所以那时候呢 你一定会开始 会对你所知道的 你所要讲的 你会放一些疑惑在里面 你不要觉得 你所讲的 你所想的都是绝对 因为罪呢 会叫一个人偏 偏想 先入为主 有偏见 有自己的想法 最是有这个力量的 对不对 智慧呢 你越有这些东西加进去 先入为主 偏见自己的想法 加进去的时候 你就会越来越少理解什么叫智慧 智慧也越来越少会找你 是这样的 所以 如果你的意念里面 你慢慢怀疑自己多一点 自己的意念 这些想法 然后你尽量要回到圣经里面的真理 事实的话 这是正确的 这是正确的 我们越信仰生活 越过的时候 一个人是越来越知道罪的那个诠释 所以越来越要进入学习神的话 神的圣经 神的真理 尽量让那个圣经 神的话来确认 这样 就是合一的事 然后那个小点第二呢 弱势能行 寻求多人的意见 以致确认神起初所设立的原理 各位 智慧 反正都在我们每一个人旁边的 动物也好 这个创造这个世界的东西也好 更多是在人 人身上其实很多的智慧 若是可行的话 如果你有些事 把它讲出来 把它讨论 把它分享出来 你脑海中在想什么 人家就是可能盖过你一切的话 你不要留在那里 你把你的心里面的话 能够谈出来 各位 如果一个家里面 能够有这样的话 智慧会更多的 更会有理解的事的 对不对 甚至如果家不可以的话 有其他的人 其他多人 多人的意见 但是这里要谨慎 多人的意见 可能他们有这些不好的意见 这些年也要谨慎 因为要怎么样 要确认神起初所设定的原理 智慧是美意来的 智慧是属灵的 智慧是从神而来的 每次就是向我们发射 每个时刻向我们发射的 我们回到神给我们生活的原理 创立世界以前 那时候 上帝怎样说 人是怎样 古中之古 男和女 应许 约 这些我们回到 这个我不需要说太多 回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知道原理是怎样的 都随旧认的意见 但是多想起 多确认这个 同时间的 这个是需要开明思想 然后敞开心扉 才能够得到明白 明确 珍惜 然后领受 各位 如果我们只有对这个智慧来说 我们多寻找那个方法 各位 如果大家会知道 家里的家事 有时候是很难解决 但是需要一个实际 说什么 讲什么 做什么 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果效 对不对 所以要有一个智慧 怎么合理 有时候也不能够 就讲了 诚实无过 然后就可以办成 不一定的 连昨天我们就看 那个耶稣基督他怎样 他要留下来 那个圣殿 对不对 他是十二岁的时候 他知道他跟父母说的话 肯定不可以留下来 但是他需要留下来 他需要留下来 所以让父母 三天后才找他 但是这个不是不孝 这是智慧 而且这个是要告诉 也当中里面告诉家人 自己敬畏神 神的保护 神的主权 比家更重要 比家人情人义更重要 家里面最重要就是有主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我们在这个方面 要打开心思 不要一直供给 供应给我们那些处的想法 要有新看见 要有新知识 甚至有新方向 在家里面 要有新的见识 然后我们才可以处理家里的 每一次的那些事情 有新问题出来的时候 第二 这个设定明确的界限 要有新期望 同时 同时 要体会神原来怜悯 那受欺压人的心肠 家里面 有一些过界的时候 各位要了解 会有受伤的事 这些我们要清楚 为什么说要设定明确的界限这些呢 你要自己能够自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自己要能够讲出来 自己要别人要理解什么 要明白什么 我给五个原理在这里 第一是要让全本圣经的话语 进到你的心 OK 为什么要这样呢 这样你才会体会到神原来救赎 祂是救赎者 祂的心肠 为了就是要过信仰的一个时间 因为信仰不是一个神学观 什么对什么错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当你要活出来的时候 比如说我这样说 为什么要让整本圣经 整本圣经 可能因为你受伤 你读圣经的时候 圣经整个的东西就是讲不要离婚 哇 你越读的时候越受伤 所以你不要看 不要看 各位你这样做的时候呢 你上了魔鬼的当 虽然你不受伤 但你上了魔鬼的当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个不可离婚 刚才我说的 我解释过 对不对 这个是给那些要合理化的人 对不对 那些要伤害人的人 为他们讲的 不是控告那些受欺压的 你受伤对不对 其实这个不是 如果你不听这个的话 其实换一句话说 你已经受撒旦的欺骗了 我的意思是说 撒旦能够趁着一个不太 在你一直受伤的那个地方 一样的那个经文 一样的那个经文经节里面 你就觉得说太控告 所以这个不要看 不要提 各位要把整个的看 整体的看 所以有时候我看经节的时候 我是看上下文 我看我靠着那家个人 凡事都能这样 我看上下文 我就看我现在 不是已经得到 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我要看上下文 我看上下文的时候 我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 我也认识耶稣基督为之保 我看万事为分土 这样 我这样听的时候 好像是我不用管家了 但是你继续看的时候 他那里说 我尽量要效法基督的事 你就知道其实这样很重要 对不对 那个正常的生活很重要 你看下去的时候 你整个东西看的时候 到了什么地步 就按着什么地步行 可是整本圣经 不是奇奇怪怪的 不是神神秘秘的 整本圣经是教我们进到正常 如果我们没有克服这个 没有面对的话 其实我们一直衰落下去 所以很重要是什么呢 我们要过一个很实际的 很实践的一个信仰 所以我们要理解 在那个经文里面 甚至是比较严厉的 或者是比较 好像有一些教导性的那个地方 我们要感受上帝的心肠 要感受到上帝的心肠 要读全 整本的 整个的 因为比如说你读一个东西 不可这样 不可那样 不可以抱恶 听起瞩目 然后呢 就讲到 要以善克服恶 你只有这样读的话 哇 你自己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但你看全本圣经的时候 其实上帝是站在受逼迫的 你看耶稣基督的时候 为什么他会说 你们毒舍的种类 这个法利撒人 假冒为善的人 对不对 为什么他会这样说 他也责骂过 对不对 这个叫温柔吗 耶稣基督不是很温柔的人吗 他是最温柔的 但是这个不代表说 他不能够大声 他不能够有异怒 所以看全本圣经的时候 你建起这个垫 你会明白 原来上帝是用他的心肠说话的 第二呢 我继续走啊 不然时间不过了 不要为自己伸冤 以恶保恶 很可能会有反效果 这个我讲下去 反正要怎样呢 这个不是说 不要为自己伸冤 这个不是说 说静默受苦 这个就是神的旨意 不是这个意思 不要理解这个意思 不要报仇 各位不要就想 所以上帝要我静默了 要我受苦了 受苦的时候很难做啊 做啊很难做啊 不是这样的 这个不是神的旨意 你静默你受苦 无缘无故的那个受苦 这个不是神的旨意 你是尊贵的 对不对 反正要讲的是什么呢 你要讲的是 这个不是要讲一个 属灵上的一个缺陷 安静 受苦 受难 这个不是一个属灵上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不是一个属灵的缺陷 乃是什么 其实神的旨意是什么呢 神的旨意是 好像一大位 他受欺压的时候 他哭着 呼求主 说啊你生缘啊 对不对 像耶稣基督这样 耶稣基督要 人家用石头打的时候呢 他马上怎样 躲起来 逃出来 然后在这个比拉多面前的时候 耶稣怎样做呢 是的 我是王 你当都是犹太人的王吗 是的 我是王 他承认 他不是受气啊 然后就什么都不会做 不会回答 不是这样 然后保罗呢 受逼迫的时候 他是怎样 逃避 逃避 逃避那个问题 如果有一个地方 好像贴上人家 有这个问题 他不是 有些时候是他站起来辩论 但是如果那个地方 太多要逼迫的话 你硬对硬不好 离开那个地方 这是神的名义 不会说那个福音就不能传的 神有祂的方法 但是人呢 是这样 不要以恶报恶 这个意思呢 不要自己伸冤 有一个理由 所以第三是 为了什么呢 所以我还没有讲到第三的时候 宁可等候 之前呢 不要自己伸冤 不是这个静默的受苦 就是神的旨意 因为呢 你要说出来 如果你不说你自己的问题 人怎么知道 人怎么为你祷告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没有智慧的事情来的 所以 然后第三 但是这个也是要 要有智慧说 有时候有欺压的 一说的他更捆绑你 对不对 所以 这些全部都是讲智慧的话 第三 宁可等候主的愤怒 所以有等候主的愤怒 神会审判 神会做公义的事 神会有避难所 留心去做众人以为美的事 这个 这个呢 不是顺服 不能顺服 就是一个缺陷 不是这个意思 我再说一次 是 等候主的愤怒 等候主的愤怒 这个是不是说 我就 要顺服 要顺服 不能顺服的话 就是我不能顺服 不能缺陷 不能跟从主 然后你就怪自己 这样 怪也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 要做正确的东西 要做对的东西 所以这里怎样说呢 留心去做众人以为美的事 等候主的愤怒之中呢 你要继续做 继续找 继续查验 怎样在众人 去怎样做众人以为美的事 所以众人以为美的事是什么呢 我再说一次 刚才我讲一点点 你尊敬上帝所设立的规律 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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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腓立比书4章8节 怎样说呢 什么是美的事 真实的 对众人什么是真实的 对众人什么是可敬的 对众人什么是公义的 对众人什么是情节的 对众人什么是可爱的 对众人什么是美名的 有德行的 有称赞的 各位 不要活在自己的世界 而且 你要牧养人的时候 就是回到正常 其实你可以继续做 众人以为美的事 清洁无果 有智慧 虽然受伤也好 但是你继续做的时候 上帝会显明的 这个意思 不要顾虑起来 我们祷告呢 能够祷告的释放 就是要充满智慧 既可神的话 要找那个 才愿神的美意了 甚至到这样的地步了 流星 流星 在众人面前的美事是什么 第四呢 更重要的是呢 是什么呢 这是 各位 如果我们读那个经文 19节 因为经上记者说 主说 生冤在我 我必报应 各位 受欺压的人的情绪呢 当然我们知道 需要先被兼顾 对不对 因为情绪嘛 这个情绪的事不是说 你用道理可以解脱的 但是呢 很重要的是 这里说 生冤在我 我必报应 主说这句话的时候 祂是情绪上要安慰你吗 当然也有 但是更重要呢 这里要说的是 祂要肯定你的生命啊 各位 我们要读尽圣经里面的安慰 不只是得到一个安慰 读到那个事实 当神说 生冤在我 我必报应 不是只有给我们一个安慰 更重要的是 祂要我们确认 上帝与我同在 为什么上帝与我同在呢 因为我是神的儿女 我的生命是神的儿女 如果我是神的儿女的话 当然生冤在我 我必报应了 因为你是我的孩子 所以这个是一个事实来的 事实 其实上帝一直要我们回到事实 回到一个定见 不是回到一个情绪上的一个感觉得释放 感觉好 各位理解吗 有时候我们用经文 用经文 然后给一个释放 干 然后给你一个克服 但是很重要 这个是一个事实 不是给你一次过用而已 上帝不是一个仆人来的 我们是祂的仆人 上帝不是我们的秘书 我们是祂的仆人 祂的子民 所以很重要的是这样 我们要活在真理里面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 我们如果有一个人受欺压的话 不要认为一定是 我有一些过错 一定是 我有一些过去的罪 我要各断 我要各断 对 这种东西也是很奇妙的 这是太个人主观的事情 如果耶稣基督 祂为你死 死在十字架上 留了为你的宝血 祂不只替代你为受刑罚 祂也替代你三十年中的公义 祂继续行到晚 祂可以星期五来 受难上十字架 星期天回去 复活就好 为什么祂需要三十年来 做完那个一切的公义 祂不需要做 为了是要替受刑罚 替受我们顺福 所以 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 昨天也说过了 主使那无罪的耶稣基督 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祂里面成为神的义 所以这个是一个定见来的 我们要肯定这个生命 不要只有一次地得到那个 情感上的那个力量 通常我们要帮助欺压者 帮助受伤的人 我们通常用经文 对不对 但是人第一次听的时候 通常是在这个情感上领受的 对 所以需要牧养 牧养的时候 你不只是要把祂的情感弄好而已 你是要把这个事实带进去 叫祂领受接纳 然后祂自己真的不是只有在情感上坚固起来 祂的身心灵坚固起来 在基督里面坚固起来 所以祂甚至能够感恩 祂能够更新 祂能够面对那个挑战 祂愿意为自己尊贵的生命要起来 不要只有一直觉得自己没有用 有些人被受气的时候 他们以为顺服是好 就说我自己笨 我自己没用 我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 我就是不会 就这样 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以各位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我要说的是 我们要坚固我们的身心灵 其实上帝这里要给我们的是事实 十篇十章十七节这里说 耶和华 以困苦人的心愿 你已经听见 你必坚固他们的心 这个心是心怀一年了 不是只有心情而已 也必留心听祂的呼求 所以各位 当我们明白这个心的时候 也坚固起来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common sense才会来 各位很多时候 我们是没有普通常识 普通常识是最有力量的 昨天我们在谈 普通常识最难的 这是我同意 我的确有同意 其实如果我们在任何的问题里面 我们有普通常识的话 那时候我们不偏差不偏见 也不如先入为主 那时候智慧未来 你做东西的时候 你行出来 你也懂得一针见血 也懂得要处理那个 有最公义的事 也最慈爱的事 你能够行出来 第五呢 以善生恶 是经过 是经过着良福音的那个价值的 这里说嘛 以善要胜恶 对不对 不要为善所胜 这里其实一个指标 其实这个要着良福音的价值 是需要刚强的心 也同时需要谦卑 领受神的能力的心 所以这个如果要做牧者的话 安慰或者要帮助的话 我们自己要帮助自己 医治自己的时候 我们同时间要想 我们愿意不愿意 这个是有荣耀的 一同与基督受苦的话 这个是有荣耀的 但是这里不是要告诉我们说 所以咯 你要内疚 你要感觉到羞耻 你要感觉到羞耻到一个地步 好像你要还气压者 难道是这样吗 你受伤的人还要还他 是这样的意思吗 这个不是圣经的话 我的意思是说 我也不是叫你们要反抗 对不对 也不是恶报恶 一善报恶 各位如果有一个人 他是懂得福音的价值 甚至愿意谦卑 这个不是逼出来的 这是甘心乐意 这是经过祷告 经过我知道我需要刚强壮胆 我知道我需要继续领受神的帮助 所以继续祷告 是这样的 你叫一个人感觉到内疚 然后不得不要一直给 一直给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各位 甚至刚才保罗也说 如果在一个家里面 非信徒 他不是被捆绑的 要去 要走就走 但是这里更重要的意思 所以整个圣经的原理 其实是站在慈爱 但是也站在公义的 第三这里 查验 查验 我们这里是讲一些原理 但是这里第三是要讲 如果已经过节到一个地步 是不是要有一些 采取一些预防的一些措施呢 这个也是比较实际的 也可能需要的 然后也观察一下 不要他说对不起 就是觉得说他有悔改的心 不一定 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罪 对不对 甚至有些精神患的 我知道 尤其是他们精神患的 他们讲 我知道 我认错 以前我怎样讲 但是我不是信到底的 人呢 我们要知道 他真的悔改的话 是怎样的 所以我这里有两个地方 他是容易动怒的一个体质吗 其实如果容易动怒的话 可能是一个体质 他不太会说话 他只是只是一个脾气 那这个是生 生养起来他这样 这个不是他太多的错 各位有理解这个意思吗 因为他这个是他的一个性格来的 特别如果他是弟兄 但是呢 我们要这里要理解 弟兄呢 通常 可能现在姐妹也是这样 现在好像姐妹也是有点大声 小声 然后甚至有气 也有 但是弟兄呢 比较有自尊的地方 如果他们受到一点威胁的时候 通常弟兄会这样 喊出来 然后他们会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然后会 甚至会有一些苦待 是会有 弟兄想法呢 是一次而已啦 一下子就会忘记了 但是姐妹不是这样 姐妹是一次 第一次 然后放在心上 第二次放在心上 第二次放在心上 然后继续累积起来的 有没有 所以 其实弟兄是觉得说 哎呀 这个没什么事嘛 你不要这样想 但是姐妹们是 会觉得说 这个事儿真的很伤到他 然后继续累积伤的 这是我也是慢慢会发现的 所以我 我越来越发现 姐妹是不能够喊 也不能够伤的 就是这个时候 我很多时候 我这个地方呢 过节 但是我知道 这个方面呢 是我一直要反思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对不对 夫妻 夫妻这个地方 但是 各位 这里要说的是 如果那个弟兄知道自己动怒 是他的一个体制的话 他说对不起的话 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他愿意被毒折吗 我们就知道他有没有悔改的心 毒折的意思就是 accountable 对不对 他知道 他知道他有这个问题的话 但是这个是一个体制的 你不可以完全怪他也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可能 那你不管怎么样 你一定要谦卑一点 你要受一点教导一点 你要多来教会 领受教导 不然的话 你多要有另外一个人来看 要处理 你一定有错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另外一个人来跟你谈 如果他知道自己有一些问题的话 一定愿意讲 如果他不愿意的话 他讲对不起 是假的 对不对 我们知道的 但是这个是比较牧养上的事情 另外有些人是夺取同感 这是更加过界的 夺取同感 或者合理化的一些体制 这些是有一点目的性的 故意性的 操纵性的 巧妙的一些欺压者 他们夺取什么 夺取同情心 好像自怜 然后滥用权力 他们可能 如果大家看 可能他在社会里面是很会交流 这样的 他不是这里的 这里是好像不太会交流的 这里的人是 他很厉害的 他做人也是很行的 但是他就是滥用他的权柄 这个方面是 他愿意吗 严重的话 甚至让民法处理 社会不会给这种事发生的 对不对 如果他真的愿意 悔改的话 他也知道这个方面是需要 甚至需要社会的 需要家人的 需要别人的 也是处置 这个是要行动的 对不对 不要只有领受而已 要知道的 而且在一种 好像如果家庭里面 已经到一个地步 有打或者是欺压的这些事情 我们教会没有了 但是如果有这样的事情 这件事情是 如果警方都来的话 这个是不得了的事的 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说 在社会里面 都不可以有这样的事 对不对 都不能有这样的事 但是愿意吗 我的问题是愿意吗 所以各位 我给大家设想多一点 这个活在罪中的这个事情 当然不是很多这样 但是我们要设想多一点 这个罪的这个事情 我们不要觉得只有说 爱爱爱爱爱 爱尊敬 但是要想到罪 来怎样的完全的遮盖 其实这样才是真的爱 真的爱心 所以我们看多一个经文 看多一个经文 马太福音十九章 十九章二十九到三十节 凡为我名 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 父亲母亲儿女田地 必要得着百倍 并且承受永生 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 在后的将要在前 把这些东西说完就好了 第三点大点 各位我们无认怎样 家里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将荣耀主 当然我们尽量处理 但是我们要知道 家中里面如果有罪的事 有重的有轻的 无论是怎样 有重轻的事也好 把一切交托给耶和华 把一切交托给耶和华 然后你某的事必定会成立 交托给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呢 跟着这个经文来说 各位我们要理解 我们与神的关系 与信徒的关系 与众人的关系 是要有桥梁 需要有沟通 各位 上帝呢 如果你要跟神有关系 你需要一个桥梁 这个桥梁往往是圣经 往往是牧师长老 对不对 这样子 如果你要与圣徒有关系的话 需要桥梁 如果你与众人要有关系的话 就是需要你了 对不对 你在众人 你在世人当中 这些需要一个桥梁 桥梁 这些桥梁是上帝制造的 上帝设立的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交托主 家里的事 到一个地步 你会发现 你要处理的 需要这个桥梁 需要有人 需要有沟通 需要谈 需要理解 需要处理 不止只有讲 甚至要行动 对不对 这些桥梁是很重要的 有时候我们做不到 帮不到人 就是那个桥梁破了 第一是我们要了解这个 就是大概给大家这个 然后这个要怎样沟通呢 你们要知道的话 你们回去听 我们在主日信息 就是新加坡的 上个星期天的 那个沟通信息 大家要听 自己去听 有些东西要沟通 你不沟通的话 不懂 不能够处理 不能够把那些信息带出来 那些 就是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东西不通 所以家庭总是不好 知道 但是以为太多的家属 这些等等 最后呢 有一些事实 另外就是一个事实 家里面的事情无认怎样呢 我们要知道 家人不是永恒之久的关系 连夫妇 现在是亲 但是将来的天国里面 你是臣 他是弟兄 你是姐妹 没有关系的 这是耶稣基督亲自说的 父母也是 孩子也是 有些人说 在天国里面 每个人是差不多二十一岁这样 没有年龄 所以可能那时候 Jovia 的二十一岁 跟我这个二十一岁 看的时候好像是这样的一个 我认得他 他认得我 可能是这样 可能是这样 各位要了解 家呢 是地上而已 所以 家里面很多的事 对不对 很多的事 就算有离婚的事也好 这个离婚在家里面是最痛苦的事来的 我要讲这个事情 家里面最痛苦的东西就是 一个夫妻里面的那个事 其他的事可能还没有那么痛 那这个地方呢 还有其他的不好的事 家里的事继续经过 继续有问题 继续有挑战 我没有了解一个事情 这个是好像火来的 火来烧尽 上帝的名义是什么呢 上帝要我们找到 基督里面的圣灵 基督里面的和睦 基督里面的恢复 当然福音呢 可以叫家里好 但是最终呢 上帝要用这个家 明白救赎 救自己的家不行 可以救别人的家 救 救人的事情是永恒的事情 对不对 我们做基督徒的事情 有一天要明白 要明白 原来不是永恒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 然后就慢慢有这些问题的时候 其实上帝有另外一个声音告诉我们说 其实家庭真的是短暂的 我们不用放太多期望在这个地方 哎呀有问题啊有问题 还是快快再来好了 这样 另外呢 如果你慢慢明白这个的时候呢 你慢慢会明白 你慢慢放弃想乐 放着舒服 各位有没有想过 一个夫妻也好 一个家里面 不管怎么好玩 不管怎么好玩 你相处 相处在一起住很久久了 不管什么新鲜的事 就是会闷的啦 一定会闷的 各位理解吗 你要用地上的事来刺激一下 好玩的事来做一下 吃的东西弄一下 各位发现 这个不是正常的家庭生活 正常的家庭生活 神的美意是什么呢 就是叫你进到真实感 可能不是那么兴奋 开心 Fun 可能不是这样的 可能是真实 可能是一个平常 那时候你慢慢会知道 其实享乐呢 舒适呢 你也慢慢放弃 为什么你要学习真理 你需要从你自己的情欲上 自己的欲望上离开 你要学习真理 你要尽到真理 你要学到尽钱的事 但是各位会知道 这个是好像旷野嘛 我们要尽到旷野 但是尽到旷野呢 是不单单只有说你要放弃 放弃 其实旷野是为了教我们得到恩典的 另外一个的突破 家庭有另外一个突破 家庭里面的问题 通常都是私欲来的 所以如果你慢慢放弃 慢慢走向神所要的 欲望也放下 各位放下你越来越少自己 家庭其实越来越幸福 家庭有另外一个恩典就来了 另外一个时间表就来了 有问题来的时候也是 其实有答案的 没有其他的私欲在里面 所以各位会理解吗 所以各位这个 家庭另外一个的突破 刚才我们读这个经文 读这个经文 撇下房子弟兄姐妹必要得到一百倍 不是说撇下撇下 所以我没有家庭 不是这个意思 你撇下的时候 你必定会得到一百倍的家庭 的那个祝福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要理解 明白主的心 主的心肠 也明白基督信仰是什么 然后让我们的心思意念 我们的态度 能够随着靠着圣灵的心 让祂的恩惠继续夹着在我们的家庭 我们一起祷告